才能得到完全明白 所以文殊菩萨他就出来 在大众中 自从座起 他在当时的论言会上 许多听众当中 文殊菩萨从自己的座位起来 然后来到释迦牟尼佛的座前 五体投地的顶礼 顶礼到佛的祖像 结束礼来 然后在佛前合掌 而丙白意思 亚孟与佛说 而白佛言 就是丙白佛说 当何明世经 世尊啊 这部经的名字 应当叫做什么经啊 意思就是说 前面的道理已经说清楚了 但是这部经的名目还不知道 那么我现在要请问 究竟这部经叫做什么名字 那我文殊 跟所有的众商 要怎么样来奉持 来弘扬 这是文殊的问范 佛就大佛文殊的问范 列出下面的五种经名 佛告文殊思理 佛对文殊思理菩萨说 世经明大佛丁 西探多布达拉 无上宝印 死方如来清定寒言 这是第一个名字 一名 旧父亲英 渡透温暖 及此会中性比丘尼 的菩提心 入变之海 这是经的第二个名字 一名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这是第三个经名 一名 大方光 妙莲华王 十方佛母 陀罗尼咒 这是第四个经名 一名 灌顶张句 诸菩萨万幸 首能言 这是第五个经名 解几家 解几这一部经的 当时的这个圣泽 那么就按照这五名 把它揭露成为现在的二十字 就是除掉经字以外十九字的经名 这里全部的经名有八十个字 不可能把这五个经名排在前面 所以只能用一个名字 但是单用一个 无论单用哪一个 都不能够表示内容的圆满 所以因此啊 第一个名题 用三个字 大佛顶三个字 那么 西太多布团拉无上宝音 这是赞叹密法的公圣 十方如来听尽海言 这是赞叹显教的俗圣 就是前面的显教的经文 的俗圣 大佛顶就是因为这是总鸣呢 表示这是文字是出在密布 所以它这个大佛顶呢 表示它原来是从密布里面露出来的经文 西太多布团拉 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就是大白散盖 这个在前面 咒里面曾说过的 无上宝音 说明这个密咒的俗圣 它是罪障的 它是万法的这个法印 所以叫做无上宝音 这是赞叹密法属生 十方如来听尽海言 这一句话要分作两次念 应当念作 十方如来听尽海一句 再回头 十方如来听尽海之言 也就是说 这是十方如来听尽海 十方如来听尽年 海显示广大 生而广 那么前面所说的道理 无穷无定 包含巴罗万象 显教里面所说的 截 行 修正 都是非常圆满 包含无样无边 像大海水一样 所以叫做听尽海 年是代表智慧 像佛的究竟智慧 十方如来听尽海之言 无量法中 这是印证诸法 必定要以这个桌标准 年是智慧 智慧言 用智慧言观察 整个佛法 要以亮眼睛的显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做标准 所以我说这一部经啊 就是整个一大堂教的这个痴 也是亮 以此可以凯定一切法的正邪 是灰 是不是佛法 所以用这个这部经里面所说的道理 可以完全把它亮出来 所以它是十方如来的听尽海 十方如来的听尽年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 显教方面 显的乏 除掉密 显教方面的道理 应当以这部经所说的为准 那么因为前面经文明说 若周智慧则名为正慧 若他慧则名为邪慧 他用意就在这里 这是第一 虽然没有取用啊 可是它的意义是包含这两种 因为这里可以包含在下面所引用的这个文字里面 所以啊 没有列在这个题目里面 这是第一 第二 一名 也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救护青鹰 杜托欧 即使会装姓比丘尼 在菩提心入变之海 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实际情况建立的 就是发起因缘 欧南以摩登仙女 这个因缘而引发的 救护青鹰 青鹰两国之啊 青就是欧南 欧南是佛之青 堂地嘛 因 因是摩登仙女 由摩登仙女的因缘 引发这一部经 那么由此能够度脱欧南 欧南由这个法门而修正成就 并且这个法会之中的信比丘尼 信比丘尼就是摩登仙女 摩登仙女他本性清静 所以文法之后就正到三国欧南韩 那么到了后边还正到这个欧罗汉国 那么因此啊 这个他的本性清静 所以称他为信比丘尼 他的菩提心 都已经发了菩提心 入变之海 变之是佛 佛是正变之 入于佛的正变之的国海 所以叫做入变之海 这是第二个名字 这里全约 前面没有把它录进去 因为这是法会因缘的生旗 在经文里面有 所以没有编入这个正旗 一名如来命运修正了义 这是第三名 这八个字完全排在这个 经题里面 大佛丁如来命运修正了义 就是原在第三名 因为如来命运修正了义 正是本经的宗旨 让眼睛的宗旨从始至终 就是说如来命运修正了义 这是说明究竟成佛的阴心 由此而得成立 这个阴心啊 众生本具 但是并没有办法体悟 那么佛所经证的就是这个命运 所以密是唯密 很唯细的真因 那么佛所正的就是这个 众生所迷的也是这个 所以叫做如来命运 如果能够依法去修 能够了解这个法义 能够如法去修 就能证到这个密音 了义是指这部经的俗胜的教法 是最了义的经文 平常说有了义经 有不了义的 如果随他欲移 就是不了义 佛说法 有三种 他的用义方式有三种 一种是随他欲移 随众生意而说的 那是不了义 一种是完全随佛的自义 随自义于 那才是了义 那么有一种是随自他欲移 一部分是佛义 一部分是众生意 这个是也不是完全了义 只有佛随自己的正如自信中流露出来的 那才是真正的了义 而这部经从始至终都是究竟了义 所以叫做修正了义 这是因为最重要 这包括这是全经的宗旨 所以要排在这个正题里面 如来命言修正了义 这第三名全部取入于这个正题 一名大方官妙年法王 十方父母到陀罗尼咒 这是第四名 也没有介入这个正题 因为这些道理 读在其他的文字里面 可以包含在里面 大方官就是大佛丁 方官是大圣 大方官是八地以上的境界 就叫做大方官 那么这部经所说的都是 大菩萨的境界 乃至究竟佛国的境界 所以叫做大方官 那么大方官里面就包含了华言的药义 妙莲花王 妙是不可思议 莲花是比方 就是万性应发 庄严一身果断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 妙法联法经的 这个成佛的音心在里面 王是自在意 十方佛母陀罗弥咒 十方诸佛都是由这个法门而成就 佛母就是他能出生一些诸佛 包含在大佛顶中 所以这四个字不用 诸佛萨万性 首冷言 这是本经的这个重要修法 就是菩萨的修行 万性表示修行的法门之多 这里说二十五元通 那么这个二十五元通就包含一切修行法门 所谓六度万性 统统包含在里面 这是修法 首冷言是本经的 说明着这个禅定的名目 就是就近佛国的首冷言王大定 叫做佛国的就近定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因为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这些道理 那么因此叫做万性首冷言 那么因为这是经文的重要 所以诸佛萨万性首冷言 就排在这个经题里面 所以总合起来 有大佛丁如来命运修正了一 诸佛萨万性首冷言 这为全经的总题 那么这虽然是建立五个名字 它实际上是连贯的 从大佛丁一直连贯到首冷言 但是不可能这么长的题目排在前面 所以戒律可以包含的 就是含在这个前秘二法里面 那么这是佛 答应这个文殊菩萨的请问 建立起来这个这部经的名目 鲁当奉持 就是答应这个文殊菩萨请问 云和奉持 你应当按照经文所说 如法去修持 领导一些众生 如法去修学 这些经文题目 这里不细讲 如果想要完全了解经题的意义 请看欧一大师的大佛丁说 《论眼睛》显意 这部《旋意》 经题的解释最清楚最详细了 我从前在石头山 山上有一位老修行 本源老和尚 他一生自己下功夫研究教理 对《论眼睛》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曾跟我说过 他说对《论眼睛》的经题的解释 欧一大师的《论眼睛》旋意 是最详细不过了 他所看过的所有《论眼睛》的注决 解释经题 没有一部能够超过 欧一大师的旋意的 所以因此之故 我们知道 如果你真正要研究经题的内涵 要看欧一大师的《论眼睛》旋意 那么就可以明白了 他在文句前面先有解释经题的选意 就是像《论眼睛》的法法经选意 法法经文句 他是仿在这个方式去做的 那一部注决非常之好 到这里为止 就是《物证如来信诀》 这个秉字下第一 《物证如来信诀》的这一个大科 到这里已经说完 这里稍微补充 刚才讲的 因为有人对于这个大平波罗 他不了解 我说这个前面的十一是出在大平波罗 那么这个所谓大平波罗 实际上是大波罗 第二份的别译 凡是波罗经 波罗方面的教理 波罗经方面的节级 一部大波罗经完全包含了 《贤壮三藏法师》所翻译的 大波罗经六百卷 这六百卷的大波罗 就包含整个波罗经 所有波罗的教理都在里面 大波罗六百卷有十六份 十六份 初份第一份 初份有四百卷 四百卷 第二份有七十八卷 就是从四百零一卷到四百七十八卷 这是第二份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平波罗 就是第二份的别译 第二份的别译 称作大平波罗 如果你要查 查大平波罗 恐怕还查不到呢 因为这个大平是别名啊 因为后面有小平 第四份另外有翻译小平波罗 所以对小平称大平 实际上他的题目叫做 莫获波罗波罗密经 这个大平波罗的题目啊 叫做莫获波罗波罗密经 是姚勤时代的 朽莫罗十三藏法是翻译的 不过他 他这个大平波罗 就是莫获波罗波罗密经啊 持有二十七卷 二十七卷 比起大波罗的七十八卷 相差 差不多 三分之二 现在讲的大平波罗 就是莫获波罗波罗密经 莫获波罗波罗密经 里面有说到的十种比方 现在所有诸解啊 引用这个十种比喻的这个文字啊 差不多都是根据大平波罗经的文字 而写下来的 大家看到这个 圆域法师的讲义 讲义里面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十种比喻 它是完全相同啊 那么讲义 这十个比喻的这个名项 完全是根据指掌 那已经指掌原文抄下来的啊 不过少少的有变化 就加上 这个比较 使它浅白一点 有的时候加了一点点这个文字啊 但那个大平波罗的原文 是完全根据指掌书里面抄下来啊 所以圆域法师的讲义啊 它大致 就是用这个执掌啊 保镜啊 灌顶啊 这几步 几步筑前 都是有同时运用的啊 那么 这是上面可以说 整部愣眼睛的这个主要的教理啊 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 后边的文字啊 我们用的是他学大师的科判 后边 我们这个书本上有科判啊 啊 秉治下第二 保随 所以菩萨初心 就是把现在 洁经明之后 以后的文字啊 现在是第八卷啊 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啊 那么 后边的文字 还有第九 第十 就是不到三卷的经文 大概是两卷 啊 两卷 第九 第十 全 跟第八的 啊 三分之二 啊 那么 这个科判 叫做 保随 菩萨初心 啊 他这个保随 菩萨初心 太区大师的这个 他的科判啊 非常特殊的 完全根据经文里面 现成的文字啊 啊 来定 他的科判 啊 这为其他的 一般诸解所无 啊 他这个文字啊 非常之好 啊 那么 往往是经文里面 现成的一句 或者是两个字 就包含这一段经文的全部 那么他就把它定为科判 这里 秉治下第二 保随 菩萨初心 保随 两个字啊 后边经文就有两个地方 提到这个保随 两个字 第一 就在我们现在讲的经文 就有这个保随 两个字 啊 就是说 啊 货富神咒 随此咒则 货富禅定 保随法人 啊 这保随两个字就在这里 啊 保随法人 啊 这里就有这个保随两个字 啊 对 那么这个保随法人的意义到这个后边 因为经文很快就到 啊 后边用就可以说明啊 所以这是经文里面现成的有这保随两个字 这是这里第八卷 后文就可以看到 还有 到了第十卷 第十卷的经文啊 呃 这个 五印的谋禁哈 五印的五十种谋禁说完 就是第五 四印十种谋禁说完 说完之后最后的结文呢 结文里面也有保随两个字 结文里面 啊 经文说 如但存心 禀如来道 将此法门与我灭后传世末世 谱令众生绝了思义 无令建模自作成立 保随哀救 消息邪缘 令其身心入佛之见 从此存就 不造七路 这里就有保随哀救 保随哀救两个字 所以他这个合法 保随两个字是根据经文的原文 啊 经文原文里面有 他就采用 而这保随两个字就是 包含后边 啊 全部的经文 除掉流通分 啊 他这个保随下面加上 菩萨初心四个字 非常有意义 啊 因为佛说后边两段经文啊 完全是为初发心菩萨 初修学佛法的人 啊 为他们而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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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扶持救护养护流浪狗 话播账号50016766 50016766 铺铭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之夜 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 愣言经法会 公勤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11月23日星期六至11月24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至下午5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菩萨参与熏习 狮子山正觉金色 观音山远通寺合伴 传授护国千佛南众三坛大界会通启 公勤三师 彼丘坛 上过夏清律师为德界和尚 上欲夏阴律师为杰摩阿舌黎 上信夏德律师为教授阿舌黎 菩萨坛 上过夏清律师为丙界德界和尚 上欲夏阴律师为丙界杰摩阿舌黎 上信夏德律师为丙界教授阿舌黎 开堂和尚上本夏能法师 传界日期民国114年 国历4月4日起至5月4日 共计31天 授接地点圆通寺 南投县福里镇观音度88号 授接资格满20岁以上70岁以下 正值证件六根巨足 身心健康之难重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民国114年 国历3月12日止 电话 049-291-2480 049-291-2480 传真 049-291-4728 049-291-4728 email z-gytc-jwyh-at-outlook.com 付持账号 2027-7511 2027-7511 原通寺 建会特色 结界成就 三人一坛 如法如律传界 界其中以奖界为主 报名资料 请记至南投县 普里镇观音路88号 三潭大界 船舰委员会 征求发新 护界义工 请向原通寺 索取报名表 或网络下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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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